大家好 我是Cat 今天去墨尼本的西区Point Code 那裡可以用地帶密博去形容 沒什麼高樓的 那裡的人口密度應該不算高 因為除了商場附近外 街道也沒有人 這個區給人的感覺是挺適合家庭居住 因為區內有不少中小學和幼稚園 而且買東西的地方不只是一個商場 周邊也有其他商場可以買日常用品和食物 我們現在一起去看看 這個區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是巴士 區內沒有火車站 最近的火車站在隔離區Williams Landing 其實Williams Landing和Point Code這兩個區 中間只是隔了一條M1公路 所以如果你在Point Code比較近公路的地方 也就是比較北的地方 可以走到火車站 你看這裏上面也有條橋讓你走過去 當然了 開車的話也可以走這條M1公路入區 Point Code位於物語館市中心西南沿22公里 人口方面 約有48.4%的人是在澳洲出生的 其次是在印度出生的 約有9.1% 而在中國出生的約有6.4% 語言方面 在家裏講英文的約有51.1% 普通話的約有8.4% 廣東話的約有2.3% Stopless是這個區最大的商場 它是分了幾座建築 幾條街都是它的 油局和銀行這些應付基本生活的店舖 是有的 這間The Reject Shop是澳洲上市的雜貨店 它裏面有些東西是挺便宜的 在街上也有不同的餐廳 室內的地方也有Food Court 這裏就是室內的Food Court 商場裏面有超市 賣衣服的店舖和眼鏡店等等 藥房也是有的 整個商場最漂亮就是這個位置 是他們的Pick Nick Park 不過它網頁寫了會開到4月中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延長呢 這間普集社是不是香港都有 中文好像叫做公文式 在商場旁邊是這個區的圖書館 後面就是這個很大自然的公園 低頭就看到它在這裡覓食 這隻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品種 如果知道的話留個言話給我知道 走了過來Saintry Lakes 其實它是Point Club裡面的一個住宅區 在這裡裡面有一個小沙灘 以及一個哥爾夫球場 這個住宅區 所以我想是差不多整個Point Club裡面最漂亮的部分 其實我走到這裡 是因為看到它的地形好可愛 給大家看看 這些屋子好像故意建出一個湖 給大家看看這個小沙灘 我現在在一個叫Saintry Lake的地方 這個位置很漂亮很舒服 而且很優靜 這個這麼漂亮的位置 又怎麼會少了個商場去製造商機呢 走到河外就已經看到一個購物中心了 這個商場比起剛才走過的商場 會是再生活快一點的 主要會是Kmart Audi這些賣生活原品的店 以及超市的 當然啦 也有些餐廳的 商場的外面有個油站 和醫療中心 走走走又看到另一堆商店 可能因為這個區面積比較大 它的店舖會分佈在這個區不同的地方 這裡有藥房 還有這一間 是我在澳洲見過面積最大的華人超市 在這幾間店舖附近找到一些連排的房屋 不過不要誤會 這個區大部份的房屋 反而是一些大房屋 這些就是這個區的房屋 我想這個區絕大部份的居住房屋 都是房屋 這裡房屋的價格中位數 大約是65萬澳幣 租金的中位數大約是每星期400澳幣 在房屋旁邊無緣無故有個湖 環境又不錯 說房屋政府好像挺鼓勵人裝太陽能板 現在維州政府是提供最多1850元的資助 去裝太陽能板 裝太陽能板的部分費用 還可以申請暖息分期 不過它網頁寫了資助 只是到2021年6月30日 我將關於這個資助的網頁 放在下面留言 這區的公寓真是少之又少 終於找到一座了 好像單單這座公寓 就足以形成一個小區 樓下還有超市、藥房和餐廳 這個區公寓價格的中位數 大約是50萬澳幣 租金的中位數大約是每星期375澳幣 這裡是Point Cook Coastal Park 我覺得這個公園是超級天然 還有一些滄桑 這個公園有一個RAAF的觀景點 RAAF其實是澳洲的空軍 其中一個基地是Point Cook的 走入少許有個兒童遊樂場 有些給小朋友玩的設施 還有一些燒烤設施 不想浪費的話 旁邊也有一個有改的燒烤設施 這個公園其實沒什麼人的 還有一種很大自然的感覺 你走入少許就會聞到一陣海水味 不過這裡是有些草的 因為天上有些飛機在飛來飛去 現在走過去海邊看看 這個沙灘看起來就一般 很多海草和樹葉在沙上 前面應該是採油設施 這個區還有很多體育和看樂設施 這個是Point Cook Football Club的球場 還有網球場 還有籃球場 另外還有兩個很大的足球場 很大塊草地 不過龍門不見了 原來龍門放了一個牆內 這裡的左邊是一個給小朋友玩的設施 右邊就是一個放狗的公園 走到Federbrook的商場 這裡不大 裡面有一間超市 另一邊有一間華人超市 其他店主要都是生活用品和餐廳 附近還有一間健康和牙醫睡所 提起墨爾本的西區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問關於治安的問題 可能看數據會準一些 澳洲DH這間報社做了一個網站 裡面整合了維州各區的罪案率 網站裡面將不同的案件分類 我將大部分的類別都看了一次 將這個區和整個墨爾本市去做一個對比 就2020年的數據來說 除了家庭暴力這個範疇 總括而言 這個區的罪案率 比麥爾本市稍微低少少 又或是差不多 數據的網頁我放在介紹欄 講起學校的話 其實這個區也挺多 有十幾間中小學 現在就去看看其中一些中小學 大家看到這間Saltwater P29 College 這間學校是提供preparatory 到Year 9的課程 就是Year 1之前那一年 在維多利亞州 一般的小學是讀到Year 6的 其實這個區很多學校 都不是一般中小學這樣分 這裡其實很多學校的課室 都是只有一層 而且這裡學校的戶外空間 可以用巨型去形容 每間都是這麼大的 現在看到這個是Point Cove College 這裡就是它的球場 這個是它的正門 牌上面都是寫了Prep to Year 9 它後面是有些兒童有樂設施的 貼著這間學校是一間幼稚園的 之後過來Point Cove Senior Secondary College 這間學校其實只是提供Year 10 to year 12的課程 它差不多算是我在這個區 看到最大的學校 你看看他們的足球場 是不是大到可以打比賽 不止 好變成了籃球場 和排球場 特地選擇到了這間 Anamanda Cove To Night College 這間學校是教授Kindergarten 到了Year 9的課程 課程是橫跨中小學的 所以在評分的網站上面 其實它是在中學和小學那邊都有評分的 在小學的分類裡面 它算是Point Cove區內評分最高的學校 在2019年的評分裡面 100分為滿分 這間學校是拿了97分 評分的網頁我放在Description box 貼著這間學校也是有一間幼稚園 逛逛看到這間幼稚園 這個區的幼稚園也是很多 多到覺得總有一間在左近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真的泵到水 如果是的話也挺有趣的 在這間幼稚園的對面 就是一間小學 這裡好像在小學附近 都有一間幼稚園 這間學校裡面也是巨型的 有些兒童看樂設施 籃球場等等 這間小學禮堂是獨立的一座 在這間小學旁邊 有一間老人殿舍 其實這個區有的東西 都算是照顧到小朋友和老人家 還有些東西是需要留意的 這個區靠南的位置可能會比較吵 因為偶爾天都會有些飛機飛來飛去 這個區靠北的位置 好像是比較方便 區裡面最大的商場 最近的火車站和M1公路 都在比較北面的位置 其實在區裡面開車也挺方便 因為停車位夠 找車位不用找得很辛苦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 channel 拜拜